我一早就跟港街沟通好,说二月中, 通常二月中选个清洁日一定是二月十六, 所以其实一直都在说二月十六, 那么多年新铁路一条新线开, 都是选礼拜日的, 但选礼拜五早上我本人就绝对绝对不会支持, 什么原因没有人知道, 他说选个好日子,情人节, 这个都是真是挺不切实际, 挺离地的一个理由。 你启德那里,其实你住了几万人, 已经有两条大沿, 那村那里有四个的公屋屋苑, 还有公屋屋苑, 所以其实是挺庞大的一个小写区, 当然现在启德区里, 当然他们都有机会都是用这个冠堂线的, 他们可能是这个折磅, 可能乘搭巴士去冠堂线, 但更多的可能都会是乘搭巴士, 去了其他出行的地方, 但因为你有了这个庭站之后, 并且不要忘记, 曾福岡近铁德站那边的, 譬如如果你住在米斯池, 樓上月光峰那些, 那些全部都是有机会走去, 去一个契德站, 接着搭去官学院, 关于那个票价的问题, 你一看到, 是短程贵长途, 是反而便宜一点, 还有看到那些站是不合理, 相信都是因为它完全没开通, 在mytheta, 你不懂得啊。 我不用了。 我用无字的咆读,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